有一個老奶奶 現在台北很多獨居老人 有一個老奶奶 她自己住在一個公寓裡面 她住在公寓裡面 有一天早上8點多 她發覺他們家的馬桶漏水 馬桶漏水很嚴重 開始淹水 所以打電話叫水電工 她卡電話叫水電工 結果水電工跟她講說 一個半小時以後才有空 她想說完了 現在一直在漏水 一個半小時以後才有空 那怎麼辦 可是沒有辦法 她只好眼不見為盡 她想說既然趁這個時間 她就先去菜市場 她去菜市場去買東西 她想說反正要一個半小時 你知道老人家動作慢 老人家什麼都很慢 走路慢動作慢什麼行動都很慢 結果到了菜市場買好菜 然後剛好又遇到一個老朋友 就站在那裡聊天 聊得很開心 聊到都已經忘記時間 她一聊聊到11點 那個水電工很準時 九點半就到那裡了 她九點半到門口 按電鈴 她很真正按電鈴 然後裡面就有回音 因為她是認識那個老奶奶 她常常去那個老奶奶家裡幫忙 她就聽到一個回音叫 她就問叮咚 然後那個老奶奶 那裡面就有一個回音 就說誰呀 那個老奶奶就是這種的口音 她說誰呀 然後水電工在門口就想說水電工 然後在門口等了大概10分鐘 都沒有人來開門 她想說就算走得太慢 也應該走到門口了 沒聲音 又叮咚 叮咚又聽到一聲 誰呀 越來越大聲 然後她就說水電工 很大聲 然後又等了10分鐘 那老奶奶有沒有來開門 沒有 老奶奶在車廠怎麼會來開門 那奇怪 那裡面怎麼有人回音 她又 難道是自動回聲系統 然後她又按叮咚 過了10分鐘 已經半個小時了 她又按一次叮咚 然後 裡面回答什麼 沒有啦 裡面回答 誰呀 又在問誰呀 第三次問誰呀 然後她在門口就很大聲 她已經抓狂了 讓她來走再久 還一直回她 水電工 叫很大聲 還跑到隔壁這樣 拖著窗戶這樣 叫我水電工 然後又沒聲 又等了半個小時 沒有 又等了10分鐘 她在按 她現在一直按 按到後來 她就昏倒在門口 因為 熱大熱天嘛 夏天天氣又熱 然後 中暑脫水 昏倒在門口 結果老奶奶到11點 從財長走回來 想說 我好像有約水電工 趕快走回來 走到門口 看到 有一個人 躺在地上 然後她就問說 誰呀 很驚叫 很驚聲 叫誰呀 為什麼 誰會在我的門口 然後裡面回答什麼 水電工 那裡面到底是誰在回答 鸚鵡 我們都知道 有人可能很多人聽過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要告訴各位 你已經習慣了 你習慣按門鈴 就會有人回答 對不對 按門鈴回答 然後回答就應該來開門嘛 結果突然改變你的慣性 你按門鈴 他沒有來開門 你一直按 一直按 一直按 按到你自己抓狂 自己昏倒了 何苦來在 結果到最後 那個水電工 在門口昏倒了 老奶奶還很驚訝 誰躺在他門口 我跟我女兒 每次 我跟我太太在聊天 聊一聊聊一聊 我女兒就會 我們在聊嘛 他就很自然問 誰呀 他會問誰呀 我的千篇一律回答 都回答他 水電工 所以他都已經知道了 他說 他後來都會問說 你不要講水電工 剛剛爸爸你講的是誰 我說水電工 還是水電工 小朋友問那麼多幹嘛 可是小朋友很好奇喔 你在聊天 我告訴各位 我們今天講法理 學得最快的不是我們大人 真的是我女兒 她每一個都學得頭頭是道 一天到晚看爸爸演講 到最後他們都可以到學校 去跟同學談 台灣沒有光復節 台灣真的沒有光復節 然後他會告訴說 台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領土 真的啊 我那個國中的女兒 她在學校跟同學講 她下課幫同學 老師上課再上歷史課 她下課幫同學上 我告訴你們什麼叫正確的歷史 考試考的 跟我們真正的歷史是不一樣的 她同學每個聽到都這樣 目瞪口呆 真的 這是習慣問題 我一剛開始要跟各位講 台灣的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然後接下來讓各位知道 我們國際法理的位階 然後再看看我們台灣的奴役教育 這是今天要大概講的主題 讓各位了解 從我們過去的戰爭史 看我們現在台灣的地位 那我本身 我是在做一個教育訓練的工作 所以我在各個地方常有在講課 我也常在世界各國這樣跑來跑去 去上課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上課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不碰的東西 我們在跟同學上課 第一個 我們在上課的過程 我們不會講宗教 第二個 我們在上課的過程不會談政治 因為這個都是比較敏感的議題 可是當我到了民政府之後 開始跟我的學生們在談政治的時候 他們說老師你打破你的原則 他們開始對我很多的挑戰跟質疑 沒有辦法 這是人的慣性 我一直在講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要先從習慣開始講起來 我們人都有習慣 像我今天刻意的 因為我習慣用右手 所以我今天刻意用左手拿麥克風 我拿起來真的還不習慣 我用右手拿麥克風 在左手手勢我很輕鬆 甚至那些動作我很輕鬆 但是用右手我突然覺得 用左手拿麥克風 我突然覺得右手不知道要擺哪裡 這是人的慣性 我請問一下各位 習慣用右手的舉手 習慣用左手的舉手 左手比較少 也有人舉手 你用左手寫字嗎 我有一個表哥 他從小用左手寫字 然後就被打 被媽媽打 因為沒有左手的這些習慣 被媽媽打 調整一定要用右手寫字 因為 他說左手叫做這個 不合乎大家的習慣 所以學校老師在教的都是用右手 老師也教他用右手寫字 我們現在 大家明智越來越開放了 左手寫字有錯嗎 左手寫字的人 他雖然跟右手寫字的人那個比例不太一樣 但是左手他已經習慣用左手 他從出生就習慣用左手 所以我們要不要壓抑他用左手寫字 不應該壓抑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慣性的問題 我們在談習慣 我們在上過一些課程 我們在談習慣 在談注意力 你會發覺 你從小就會學習慣 一些 老師教你的 一些慣性的一些語言 你會覺得很習以為常 這裡我要先跟各位報告 你們上完課以後 不要一下子就去跟人家分享 你們學到的東西 因為沒有系統沒有邏輯 你們就只像那隻鸚鵡一樣 只會回答水電弓 沒有一些自己的中心思想 你還沒有把書讀透 所以為什麼說 回去以後第一件事情要先看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你不管看一遍看兩遍看三遍 我建議各位 上完課以後 看新台灣論 你要來考俊手 來考俊手 為做一個目標 你會很認真去看 我在考俊手之前 我就看過新台灣論好幾遍 可是真正要考試的時候 唸出來的感覺又不一樣 很奇怪 人在要考試的時候 那個讀書會特別的專注 我就去找一家咖啡廳 然後把新台灣論從頭到尾看一遍 想老師會怎麼出題 考俊手不容易 你知道我們那個 考200題 那200題裡面的題目 都非常的困難 通常第一次考的人 都二三十分 三四十分 你會覺得 每一個答案 好像都是對的 又好像都是錯的 第一遍看是 覺得應該是選A 第二遍看又覺得應該選B 第三遍看通通應該都對吧 所以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會覺得很有趣 考那個是 我們有同性已經考五遍 你如果 考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一直考 會加分 我們有那個加分名 所以你會一直加分 不用擔心 那最多加到 秘書長好像說最多加到八分 你先把新台論讀通了 你又開始對法理有了解 你會可以開始跟人家分享 但是你先回去的時候 你現在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跟人家分享 很簡單一句話就好 像我這樣跟我朋友 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 我們就聽話照做 因為 以前的歷史 我們 真的不太了解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讀的 到底對不對 我先舉個 從很簡單的例子來看 那個 阿K給我那個 清朝那條毛毛蟲 台灣那條毛毛蟲 我每次講那條毛毛蟲 我們先從這裡開始看 我從這裡開始做一個延伸 這個是誰 這是什麼 蛤 這是台灣 這邊寫 FORMOSA 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 這是不是很像一條毛毛蟲 對啊 為什麼 這是 在清朝的時候 畫的台灣的地圖 我們都知道 這是西坡 這西坡 右邊的中央山脈 然後右邊的那個花蓮 台東 宜蘭 跑到哪裡去 蛤 在海底 哇 這個很創新的答案 第一次聽到在海底 沒有 那時候是整個台灣都沒有變 台灣在那個清朝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台灣了 可是為什麼清朝只有畫這一條毛毛蟲 為什麼 因為他管理的 他能夠統治的就只有這一條 後面那邊呢是他寫未開化的地區 所以清朝到底有沒有整個管理過台灣 答案是沒有 那為什麼台灣不是他的 他只有 他只有殖民台灣這個左邊 為什麼他可以把台灣整個割讓給日本 這樣對嗎 我現在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 假設 你是台灣的總督 結果你就管這邊 另外一邊沒有管 只要你要給人家的時候說沒有關係 雖然這邊不是我管的 這邊可能都是 我們那時候都叫成婚嘛 都會殺人的 都會給人家殺人頭落草的 這些人沒有關係 我一起送給你 雖然他不是我管的 可以嗎 不可以吧 不是不合理 是根本不可以好不好 這不是他的 這邊又不是他的拓殖地 他怎麼可以把他 他割給日本 所以我們沒有念過那個歷史 我們知道滿清 在下關條約 滿清割讓台灣澎湖 永久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對不對 我們有念到 這是歷史 我們念的都是錯誤的歷史 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用這個來延伸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要講的問題 你要讓你的朋友有興趣 有興趣才會聽 第二次世界大戰 請問一下 德國有沒有打敗很多歐洲的國家 有沒有 有嗎 我們一大早就已經 所以 剛剛老師講說昨天沒睡好是真的 一大早就已經很多人 用那個 周公來跟我對談 我看到很多人眼睛閉起來 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眼睛如果閉起來 我可不可以問他說 老師剛剛講到哪裡可以嗎 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打敗很多歐洲的國家對不對 請問一下德國有沒有打敗法國 有啦 德國有沒有打敗波蘭 有啦 所以他打敗法國打敗波蘭 結果法國 法國政府就流亡了 所以法國就流亡政府 波蘭也流亡政府 然後他們那時候流亡去哪裡 中國不熟 美國不熟 所以他們全部都流亡到英國 因為英國至少隔個英吉利海峽 他講德國島那邊可能要遠一點 所以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英國政府也在倫敦 倫敦有三個政府 假設現在法國流亡政府 他們要投票選出他們的法國流亡總理好了 他可以叫英國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不可以 這很簡單的邏輯 我們都知道 波蘭流亡政府要選他們的流亡總理 可以叫英國倫敦的市民 還有法國流亡政府去投票嗎 不行 那請問一下 法國流亡政府 波蘭流亡政府同時都在倫敦 他們可以說倫敦是他們的嗎 不行 那倫敦是誰的 英國的 對呀 大家都知道這邏輯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這個邏輯很簡單 那同理可證 請問一下各位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還是合法的政權在台灣 你們都知道是流亡政府 那個小蔡 不是不是小蔡 小蔡的親戚 跟他沒有關係 蔡英文也講過 台灣是 中華民國是什麼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那既然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那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他可以叫 要在台北的日本人 去投票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不可以嘛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莫名其妙的現在都要 投中華民國的票 中華民國選舉總統 中華民國選舉那個什麼 縣長 干我們什麼事啊 為什麼我們要去投票 不是嗎 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中國人在做事情都這樣子 中國最有名的就是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 台灣差不多都是他的 雖然台灣只有三分之一那個時候是他的 滿清啊 差不多都是他的 所以差不多都可以給日本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在那個時候 1895年把這整個台灣給日本 那日本人 不是差不多 日本人是很 很丁 很丁 他一來 三分之一是屬於 滿清 三分之二是 未開化的 蠻荒的地帶 所以他當然要統一整個台灣 所以他開始做什麼 沒有啦 他開始想要去 跟 高砂族好好的談嘛 結果高砂族不跟他們談嘛 高砂族不了解日語嘛 日本人也不了解高砂族嘛 那高砂族說你怎麼可以侵犯 連滿清都不肯來挑戰我的傳統領地 你竟然親門打貨 你不要跟我的政見 所以你們會看過賽德克巴萊嗎 那時候我們有聽過 泰亞族的長老在講 那時候泰亞族真的就是被日本的大砲 機關槍一直打 打到最後 泰亞族已經快滅了 所以泰亞族的長老就開會 他們開會說 我們繼續站到最後一個人 因為高砂族真的很勇猛嘛 我們要站到最後一個人 站到沒有人了 泰亞族滅族了 還是說 我們要延續我們的族群 一直傳承下去 他們長老開會 結果最後呢 延續嘛 所以他們投降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台灣才整個 被日本統一 所以那時候 台灣才有資格 講說它是日本的 整個殖民地 所以到這裡各位了解嗎 所以這些是正確的歷史 當我在跟我女兒講的時候 你會發覺教科書上講的通通不一樣 我們有歷史的偉人 民族的救星 我小時候念的 很正常 可是我現在都知道它是殺人魔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殺人魔 你到一個 到一個地方來 你統治一個國家 你要不要按照國際的法律 國際的法理 我們來看國際法理 來我們看國際法理的位階 我們從那個位階開始看 這個位階代表什麼 你要知道說 一個國家 他侵入另外一個國家 就算是代理的 國際法中的自然法 萬國公法 國際條約 甚至美國憲法 當然也包括二戰之後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些國際法律中的位階 可以整理出一個遊戲規則 這是全世界遵循的 全世界遵循的遊戲規則 我盡量把一些比較枯燥的 比較生動的方向各位了解 在不可逆行的法律體制 位階較低的法律 不得抵觸位階較高的法律 這是通責 反之位階較高的法律 無需趨就位階較低的法律 這也是通責 所以美國的憲法 跟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些由美國政府 擬定的國際條約 是不能也不可以違反萬國公法 所以 國際法律的位階誰最高 各位知道萬國公法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可以違反萬國公法 不是萬國公法 不能違反舊金山和平條約 法理的立場 沒有本末倒置的空間 所以各位要了解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時候簽訂的國家 因為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那個時候 還沒有搞清楚 到底誰要主政 所以日本在簽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跟六十幾個國家簽 有沒有包括中華民國 沒有 有沒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 所以他們兩個那時候 後面簽訂的條約 後面再簽訂的 什麼台北合約 日華條約 可不可以超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可以嗎 各位知道 那就各位 各位在開始一些 國際法的位階的概念 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再來台北合約 日華條約 這些 如果台北合約 日華條約 這些有抵觸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有沒有效 無效 沒有效率 所以當各位去了解 這些法律的位階 你就知道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把日本天王的權利怎麼樣 suspend而已 他只有拿掉他的所有的名氣請求選 他的all title all claim 還有all right 這些暫時凍結起來 然後 他的 那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指定 台灣的收受國 有沒有 各位請問一下有沒有 你們可以大膽回答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不了解 我剛開始跟各位一樣 我都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說 沒有有沒有這樣 然後就算 被我笑也沒關係 我剛當初也是被民主長笑出來的 因為你有回答 你就知道 我這個錯了 我這個錯了 請問一下 當初究竟 在和平條約 台灣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所以為什麼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是真的還是謊言 當然知道是謊言 所以台灣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台灣沒有給中華民國 台灣從頭到尾都不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去國際上參加奧運比賽 他們用什麼名稱 中華台北 各位都知道 然後帶什麼旗 旗子 五環旗 他有帶中華民國國旗出去比賽嗎 沒有 所以你知道他帶著五環旗 寫著中華台北 代表台灣出去參賽 他是不是台灣隊 他不是台灣隊 他是中華台北隊 那什麼叫中華台北隊 Chinese Taipei嗎 你去問過很多的英文老師 很多的學者 他會告訴你 中華台北就是Chinese Taipei對不對 對不對 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這是正確的名稱 但是那個名稱很難聽 所以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他自動縮水 變成Chinese Taipei 在國外完整的名稱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他們代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台北隊 那既然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中華民國是不是等於台灣 那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嘛 所以這些慢慢的你就會去越來越了解 原來他一直在騙我們 他騙你幾年了 69 到今年69 我們每年要加 等到我們執政他就沒有在騙我們 所以他現在騙我們69年 那你有沒有習慣 你現在右手拿 你有沒有習慣他被騙 因為你已經習慣用右手了 你已經被騙得很習慣了 所以他突然告訴你說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你會說不對啊 我從小學的不是這樣啊 中華民國在台灣啊 我現在告訴你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啊 中華民國一直都在台北啊 所以台北以外的就不是中華民國啦 那台北以外的是什麼 其他的是 日本天皇的領土啦 我們這塊領土是有所有權 在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已經宣布 台灣已經從殖民地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好 我們在 我們這個時候都要有一些 下一堂你們就了解 很多的邏輯的概念 下一堂老師會教你們 什麼叫統一律 什麼叫矛盾律 我們從這些慢慢去了解 每一個老師用不同的角度 去跟你詮釋 好 我剛剛講到說 1945年的4月1號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跳到克里米亞 請問一下克里米亞 是不是 烏克蘭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嘛 所以為什麼會在聯合國宣布 克里米亞公投是無效的 那俄羅斯為什麼一定要 克里米亞 為什麼 我在跟各位講 那就要怪那個賀魯雪夫 賀魯雪夫是 那個 普丁前面的總書記 之前之前的 那個 葉爾欽 戈巴契夫之前的總書記 他有一天在劃分 因為那時候全部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嘛 所以他那時候覺得 沒差啊 反正烏克蘭也是我的啊 所以他就把克里米亞 割給烏克蘭 所以那時候烏克蘭就開始使用 克里米亞就開始使用烏克蘭的憲法 所以烏克蘭那時候就開始 把克里米亞當作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國際法也都承認了 所以當 蘇聯一解體 抱歉 他已經把東西送給人啊 他有可能你把東西送給人 現在又說 不管我像小孩子一樣 還我 不可能嘛 他已經把整個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 所以 分開之後 克里米亞就是烏克蘭的 這是國際法 萬國公法規定的 所以今天 蘇俄他去佔領克里米亞 萬國公法就有規定 佔領怎麼樣 不得宜專主權 他佔領克里米亞 就算克里米亞 100年前是他的 就像我們1895年之前 我們那條毛毛蟲是屬於滿清的 但是1895年之後 日本開始拓殖台灣 到最後 台灣有參戰權 參政權 台灣整個歸屬於日本 我們就已經是完全屬於日本 其實我們再倒推回去 如果我們要講歷史 在16世紀 16世紀 16世紀 大概現在400多年前 台灣那時候 就已經有人統治了 那台灣誰統治 人家說 荷蘭 不是 人家說明朝 也不是 那個時候 荷蘭人 跑到台灣來 1624年 荷蘭人跑到台灣 哇 台灣 一片都是梅花路 哇 他一想到說 梅花路到我 到我荷蘭那邊 就可以變成這個 很珍貴的冬天的保暖的衣物 所以他說 我要那個鹿皮 他跟明朝講 我要鹿皮 我要蔬糖 那個時候在歐洲 蔬糖跟黃金一樣貴 他說 我要鹿皮 我要蔬糖 然後明朝說 可以啊 那我要 我要給你多少稅金 要抽底部稅 然後呢 明朝說 我沒有權利跟你收稅金 16世紀 那我要繳給誰 我要來台灣 抓梅花路 我要來台灣種蔬糖 種甘蔗拿蔬糖 那我要繳稅給誰 各位知道嗎 在16世紀 明朝告訴他 明朝的官員告訴他 你們把稅 你們一年要禁貢3萬張錄品 禁貢給日本的幕府將軍 幕府將軍 那請問一下 那時候台灣是誰的 日本的 16世紀他就是日本的 所以 誰先戰 那是因為日本後來發佈禁海令 就像那個清朝那時候鎖國一樣 所以日本的 整個拓職全部都退回去日本 台灣才變成五祖 變荷蘭西班牙什麼 滿清 所以最早來台灣開拓 整個在台灣去拓職的是日本 建立殖民地的是日本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要拗 我們來拗歷史嘛 16世紀 因為我們都已經是日本人 就像今天 那個 那個俄羅斯他在怎麼拗 他可以抵觸萬國公法嗎 在1820年1830年1840年 拿破崙戰爭的時候 在那時候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戰爭 人家常常在講 亂世出英雄 拿破崙戰爭那時候出現了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家族 各位在富比斯排行榜看不到 其實你會看到現在全世界最有權 比爾蓋茲 第二名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投資專家叫什麼 然後巴菲特 你看到第一名第二名 他們兩個財產加起來 還不到人家的一根手指頭 那個家族擁有全世界超過一半以上的財產 可是他不會在富比斯裡面排 因為富比斯排是他去排的 各位如果有空去看貨幣戰爭 貨幣戰爭裡面都有寫到 我講到那時候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那時候非常英勇 他雖然個頭小小的 可是他戰略侵略很多的 歐洲的國家 那請問一下 拿破崙戰爭那時候開始 他們就已經訂立一個萬國國馬國際公約 你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然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如果可以就地合法 這兩個 先決兩個條件 流亡政府如果可以就地合法就亂了 那請問一下 現在那個西藏的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在那個德蘭薩拉就地合法 不可以 印度會同意嗎 不會嗎 他在那邊那麼久了 我在那邊也很久了 他西藏流亡政府說 你收留我好幾十年了 那就讓我就地合法 就直接變我的好了 然後你印度人民這些就歸我 德蘭薩拉這些印度人民自動歸到西藏 歸到西藏籍這樣 要不要 所以為什麼69年前 有一個人可以流亡到台灣 然後突然說 你們全部都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樣對 我們那時候難道我們的前輩們 我們奔透台灣的前輩沒有起來反抗嗎 有啊 我們跑到日本去 然後跑到哪裡去告狀 請大家出來主持公道 我們中人現在都一直說 他們是日本人不是台灣人 他每次只要 我帶他上來台北辦護照 他就說那個是老賊住的地方 現在很多人被佔據 他從來都說那些萬年的老賊住在那裡 為什麼 然後呢 為什麼杜魯門 杜魯門總統要親口說的 他說蔣家一家都是賊 為什麼 這個國際檔案都有記載 他們沒有辦法生存嘛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 中國大陸的軍隊進來 我岳父有到那個港口去迎接 他們一進來 我們要迎接祖國軍隊到來嘛 然後讓那個日本軍隊離開 他看了以後他真的很愣住 為什麼離開的穿著整整齊齊 然後進來的穿著破破爛爛 這樣對 真的進來的人穿著破破爛爛 而且那時候在淡水河就開始掃射 因為聽說那個有叛亂分子藏在裡面 要對他們不利 媽媽帶著小孩 就無緣無故被射殺了 然後開始台灣就進入那種 暗無天日的 全世界最久的戒嚴時代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如果 你們如果有那個點招 你們到時候聽那個蔡才元蔡老師 他那時候就是白色恐怖 他那時候就講得很清楚 他被警總抓在地下一樓 被嚴刑拷打 被做電影 半夜累了趴在那裡睡覺 突然聽到地底下有哀嚎 他就問那些老兵 這裡不是地下電機到一樓嗎 地下一樓 為什麼還有B2B3 不是只有B1嗎 他說沒有B2B3 B2B3要走樓梯下去 那下面是什麼 下面就是那些政治意義分子 那些228事件的那些受難者 他們就在地底下 很簡單 老兵在那邊練手腕 掐死一個 丟到水溝裡面 5塊錢 我請教一下各位 在日本時代有戶籍 然後到了白色恐怖 完結束以後 大家去統計 那些戶籍不見的 本土台灣人有多少個 各位知道嗎 有些人說6千個 6萬個 有些人講了很多的 有些上面的統計數字 真正的戶籍不見的 有22萬5千個 那我都讀書人 醫院的院長 然後你會看到那些博士碩士 代表台灣人的精英 他要讓台灣人變笨 所以從那時候台灣人 就是告訴 台灣人就告訴我們下一代 我的父母就告訴我 第一個 絕對不要碰政治 不是嗎 絕對不要去碰政治 因為碰政治會死人 所以他叫台灣人什麼 努力念書當什麼 當醫生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不努力念書 你就去買兵 反正這兩個會賺錢嘛 不是第一買兵 第二做醫生 有沒有人叫你去當官 沒有嘛 當官你當不過中華民國嘛 他把你更改國籍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他已經違反萬國公法 他佔領不得宜轉主權 佔領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他把你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那也就算了 接下來他還叫你去當兵 當兵更奇怪 你有聽過嗎 你是戰敗國 請問一下 我們都知道台灣是戰敗國嘛 我們那時候屬於日本嘛 所以我們打輸美國嘛 我們是戰敗國 然後我們戰敗國去替美國人當兵 有道理嗎 我們到底是要當日本兵 還是當中華民國的兵 還是要當美國兵 目前我們不用當兵啦 目前我們通通不用當兵 那我們那些當兵的怎麼辦 我們以後把他要回來好不好 我們跟美國要回來好不好 這個我們的民政府會代表大家 代表我們台灣的這個 無辜去當兵的阿兵哥 去把我們的青春要回來 那我請問一下 那中華民國的稅我們到底要不要繳 本來就不用嘛 我們是獨立關稅領域還是分離關稅領域 我們是獨立關稅領域嘛 所以各位要了解喔 你慢慢要了解 為什麼要各位回去念 新台灣論念戰爭史 這很重要 你們每一個人將來都是 單獨的出去外面 帶領著千軍萬馬 你出去外面 我們全台灣現在超過 好幾十萬個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我們一執政之後 我們一下子會把那些公務員都換掉嗎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非常熟悉 政治我們會派你去管他 派你去管他 你如果講不贏他 中華民國的人都很會講 你講不贏他 結果他們都跟你講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結果你被他們洗腦了 他們就發一份文件給你 我們不承認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承認中華民國 你還在上面蓋章 蓋章以後你的後果是什麼 奇怪我是要來當官管他們的 怎麼變他們在管我 很正常 你一個人去 所以你要 可以一個人要抵擋千軍萬馬 你要開始加強自己的專業職能 所以你要花時間去了解 我不是在恐嚇各位 民主長上在講 以後文件不要亂蓋章 不要亂簽 你要當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你要去管那些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 他們現在流亡了 他們還搞不清楚 他們的中華民國已經繼續流亡 可能流亡到平潭 最新的情報險 是他們要流亡去福建平潭 因為房子都蓋好了 只要中國人的第二代 可以免費去那邊拿房子 然後那邊在平潭那邊的所有的管理者 是宋楚瑜 宋楚瑜當不了台灣省長 所以他跑到福建當省長 福建平潭 所以呢 其實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本來就會一直流亡 除非流亡政府到底怎麼樣 他才能夠合法 怎麼樣他才能夠安身立命 他很久以前就講我們都有念到啊 你們忘記了 反攻大陸 還我河山 反攻大陸干我們什麼事啊 對不對 是他們的事情嘛 他們就打回南京 在南京繼續建國 他們流亡政府才不流亡了嘛 所以那時候把中華民國 在台灣 把台灣人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那時候英國也反對 美國也反對 甚至法國也反對 連日本 日本沒有權力反對 他們也忠心的不認同 大家都認為台灣那時候 完全沒有 合法的政治地位 所以當他們把我們全部變成 中國人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跟英國 他們就發文件 他們去詢問菲律賓 這是真的 我們看到歷史的機密文件 你們從台灣戰爭史 因為太多資料 我每天在看 每天早上起來就看那些資料 所以你要知道 那些資料 在我腦海裡面 我沒有辦法一片一片 放給各位看 各位回去看台灣戰爭史 那時候 他們就行文 給菲律賓政府 可不可以 讓蔣家父子繼續流亡 因為他們在台灣倒行逆施 又殺台灣人 台灣的知識分子 又對台灣人徵兵徵稅 所以他們完全違反國際法 違反萬國公法 可不可以讓他們繼續流亡 流亡到馬尼拉 就是文件 蔣經國寫給他我爸的 他說英國跟美國 打算要叫我們繼續流亡怎麼辦 結果菲律賓政府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因為杜魯們講了 蔣家一家都是賊 所以他們講說 馬尼拉我可以啦 讓他們流亡 兩天 兩天請他們再找別的地方 繼續流亡 所以那時候本來讓他們流亡 去菲律賓馬尼拉兩天了 那為什麼又沒有流亡 有的人就是有那個名 他那個時候還命不該絕 中華民國斷斷續還不命 那時候發生了北韓 南北韓戰爭 南北韓戰爭 中國一直往這裡進攻 中國一直進攻 他們害怕台灣也變成共產黨 所以讓蔣介石 蔣介石繼續在這邊苟延殘船 結果一苟延殘船 沒有人願意跳出來處理 那時候 日本天王也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台灣那時候就是 真的那時候是水深火熱 我們沒有像越南有一個能人 中華民國的軍隊有20萬大軍 跑到越南 駐紮在那裡 真的駐紮在那裡 那20萬大軍 可能可以顛覆整個越南 可是為什麼後來中華民國的軍隊 一下就被趕出越南了 各位知道嗎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有很厲害的總統 叫胡志明 各位有聽過胡志明 有啊 現在的胡志明世代 很多人可能都去玩過 胡志明那時候一看到中華民國 這些土匪進來了 所以他就聯絡法國的軍隊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把他們趕出去 我給你一些黃金啊什麼 做條件交換 幫我把他們趕出去就好 所以法國軍隊很快就把 中國軍隊趕走了 那台灣那時候進來 那些難民 60萬70萬那些軍隊進來 可不可以趕出去 其實可以 可是沒有人替我們出頭 沒有人 因為 因為宋美玲太厲害了 我每次都要提到宋美玲真的太厲害了 他的那個國際外交 他讓羅斯福 讓杜魯門剛開始都去幫助他們 還經援台灣 讓中華民國軍隊一直越來越多 難民一直進來這裡 一個國家 一個流亡政府 他不可以用那個人口一直進來 然後去改變那個原來國家的人口結構跟文化 那時候我們是講日語 他不可以改變我們的語言 結果他通通改變 他改變我們的語言 改變我們的風俗習慣 改變我們的信仰 他整個把台灣就用這樣子的去改變 讓台灣人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誰 我們真正的語言是荷羅威嗎 不是 我們真正的語言是北京話嗎 也不是 那請問一下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平埔族 人家高砂族有他們自己的族語 那我們的平埔族的族語到底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我們是希拉雅語耶 希拉雅 我們連聽都沒聽過對不對 我們的祖先們早期是講希拉雅語耶 就比啊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有一些國外的歷史學者 現在開始幫我們復興我們的希拉雅語 讓我們希拉雅語可以重現江湖 那是平埔族的族語 他的語言是我們以前的族語嘛 我們其實每一個族都有每個族的族語 我現在知道說有一個希拉雅語已經失傳了 就好像武功秘笈一樣 你知道有九陽神功 九陰真金 可是你現在找不到那個寶典 所以我們會以為說 荷羅威是我們的台灣威是不是 台語跟閩南語是不一樣的 你光聽名字就知道嘛 台語是台語 閩南語是閩南語 閩南語怎麼會等於台語呢 不過很多學家 歷史學家就是以偏概全嘛 因為我們以前 閩南人來我們台灣統治台灣 然後呢 因為他們的閩南語有文字 有語言 所以就這樣糊裡糊塗的 閩南語就變成我們的 國語 然後再來北京化進來 所以一個國家 他要去佔領另外一個國家 他會用這樣子蠶食精吞的 用語言 用文化 用宗教 慢慢去改變台灣的傳統習慣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的根在哪裡 現在世界各國都有人在尋根 我希望各位將來有機會 如果這些有興趣的 小朋友 你的家人裡面有興趣的 都可以朝這方面 去把台灣以前的 我們的榮光去找出來 我們曾經有過我們自己的族語 只是我們沒有語 沒有文字去傳承下來 那奇怪耶 為什麼高砂族他們的語言 就可以一直傳承下來 為什麼希拉牙語現在就會失傳 因為我們跟漢人接觸太多了 他們躲在深山裡面 比較接觸不了 他們還可以繼續聞面 所以 從這裡開始要讓各位知道 我們的 第一個 我剛才已經讓各位知道說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我們也要很清楚知道 今天不管任何人在跟你談 你要知道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就可以說了 那 他們會問你 中華民國又不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為什麼不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為什麼又是流亡政府 你可不可以回答他 那中華民國 他的歷史定位現在到底在哪裡 那為什麼在南京有個石碑 上面寫著中華民國1911到1949 如果一個國家 他是在延續狀態 他不是應該1911 dash點點點 我們講中華的民共和國 他就1949開始建國 然後現在他會寫到王國了嗎 他會寫到2014嗎 不會吧 他會dash然後後面沒有日期 那為什麼在南京上面寫 中華民國1911到1949 那為什麼現在台灣 還有一個中華民國建國100年 100幾年 103年 這些讓各位去思考 我們在受訓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在受訓 老師一剛開始讓你去思考 去思考你才會越來越清楚 所以我們常常在外面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剛開始去接觸 你可以問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我建議各位都可以這樣問 我都會這樣問 我就問我朋友 你是台灣人嗎 我請教你 你是台灣人嗎 是嘛 每個人都是啊 我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 你有看過這張嗎 請不要拿這張來 你有看過這張嗎 你有看過這張嗎 中華民國啊 剛有寫台灣 寫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左邊有一個國旗 有沒有寫台灣 沒有啊 你怎麼證明是台灣人 你用的 你用的這個嗎 鈔票嗎 你用鈔票上面是寫台灣的鈔票嗎 中華民國 奇怪 這都中華民國啊 請問一下你用的護照呢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嘛 我就跟我的朋友講 我遇到每個朋友在這樣 我可以證明我是台灣人 我這裡有一張 叫台灣政府身份證 他就問說 你怎麼有這張 我上面還寫我的身高 體重 還有我的眼珠子顏色 還有上面寫我是公的還是母的 沒有 所以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上面寫台灣政府身份證 所以我可以證明我是台灣人 那你怎麼證明 各位申請身份證了沒 第一件事要先申請身份證 你從這裡可以開始 因為人的注意力系統 注意力系統分五個階段 第一個叫故作的注意力 你從小念的歷史 念的課本書籍 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不是嗎 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不是嗎 這個都是你的信念的桌面 你現在看你自己的桌子 這就是一個桌面 下面要很多桌腳 不管三個腳四個腳 才會支撐你的桌面 下面就是你的信念去支撐你的桌面 所以你要把它桌腳都拆掉 如果沒有桌腳就沒有桌面了 我大概說到這個我就想到了 人家你給我講算 我有六個十五個子 人家說你生四個 沒關係 你生四個就是生一個桌面 有聽過嗎 生四個桌腳就是生一個桌面 所以你第五個一定是十八個 我抱歉我第五個也十五個 所以那個叫不合乎邏輯嘛 誰規定說生四個桌腳 一定就會生出來一個桌面 誰規定桌面就一定是男的 桌腳是女的 可不可以說四個桌腳是男的 一個桌面是女的 可不可以 所以那叫不合乎邏輯嘛 那是 這個叫做以兒傳兒嘛 我自己親身盡力啦 我生了六個都是女兒 我沒有生過四個桌腳 那就生了一個桌面 那些人都告訴我說 你只要生四個桌腳 你就生了一個桌面 我都被騙了 一樣的嘛 你現在很多的桌腳 告訴你 中華民國現在在台灣 你有繳中華民國的稅 你有當中華民國的兵 你有進中華民國的義務 你有繳健保費 這些桌腳建立起來 所以桌面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只有中華民國在台灣 只有在台灣的台灣人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到美國的台灣人都不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的親戚在美國他們都說他們不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們都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啊 因為蔡英文說的啊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在這裡會被洗腦洗到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那麼堅決的相信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回到那個台灣民國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第一個要讓各位了解 我們是根據國際法理 你們要很清楚知道 我們要根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到底正不正常 台灣可以參加WATO嗎 台灣可以參加WHO嗎 台灣可以參加WHA嗎 台灣可不可以有自己台灣的名義 用台灣的名義代表參加國際組織 但是不可以對不對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到底正不正常 在國外他們都叫中華台北 在台灣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台灣根本沒有國際地位嘛 台灣為什麼沒有國際地位 台灣的在國際法在問國公法裡面 他就本來就不是屬於一個國家嘛 在國際上他們承認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他擁有台灣的所有權 但是他目前被美國佔領 所以你會看到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擁有台灣的佔領權 那到底差在哪裡 我今天唯有所有權 但是我不能伸張我的所有權 因為我被suspend 我的title 我的claim 我的right 所以我們現在在 我們這次日本台灣精英交流 我們都一直在跟日本的老師在聊 我們只有去日本 不斷的告訴他們 台灣要尋琉球模式 返還給日本 重點是 日本要修改他們的憲法 日本要 我們台灣現在實行 來自日本帝國的憲法 我們要回到日本帝國的憲法 台灣才可以完全的返還 不是現在的日本憲法 現在的日本憲法天皇沒有權利 日本帝國的憲法天皇才有權利 那天皇擁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那為什麼 我們每次在上課都會大聲句 為什麼美國現在沒有辦法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因為美國他們有沒有遵守他們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沒有遵守他們的那個憲法 他們遵守什麼 817公報 遵守上海公報 遵守台灣關係法 這一些法律的位階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之上 還是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之下 你都知道在之下 所以美國總統要開始實行舊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的國際地位才可以正常化 因為這是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承認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有關台灣的部分 台灣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也不能佔領台灣 因為那個時候日本天皇已經擁有台灣 有台灣的所有權 我們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佔領不能宜裝我們的主權 佔領不能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要一直流亡 不是嗎 所以這些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跟美國幾乎請你 實施舊金山和平條約 讓台灣的地位正常化 第二個 台灣的民政府的主張遵守國際法 包含旺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國際戰爭法裡面還有很多戲法 你在戰爭那個 你在戰爭史裡面都可以看到 再來 我們不使用暴力 我們不使用武力 我們讓各種方法 讓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各位真的不用擔心 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如果打起來怎麼辦 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 我有六個女兒 我不會比你們擔心嗎 請問一下 今天接政權我們是跟誰接 美國的什麼 國務院 美國的軍事政府 我們跟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也就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要先處理掉 台灣當局 中華民國 所以 他會用軍事政府的方式 把馬英九 怎麼當初把蔣介石送來 其實當初他不是把蔣介石送來 這個在題外話 跟各位講歷史 這我們的 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告贏美國 所以我們的 都解密了 當初他派孫立仁將軍 孫立仁 來管台灣所有的軍權 他派陳怡 來管台灣的政權 所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是陳怡 然後軍隊是孫立仁 招頭周圍都沒有蔣介石的名字 怎麼蔣介石 後來變偉大的領袖 歷史的偉人 我們再講一個 當初 在中國大陸 高級班會上 我先講 在中國有好幾個政權 他們有四個合法的政權 然後兩個說對日本宣戰 兩個對美國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奇怪 他們四個政權 蔣介石屬的那個政權 他們是對日本宣戰 請問一下 對日本宣戰的 每一個國家宣戰 有宣戰的條約 那宣戰是誰宣戰 你知道嗎 不是蔣介石 他說他宣戰了 是林森 所以像這些到時候各位在高級班都會上到 我們越了解法理 我們就會越清楚 蔣介石真的是一個大騙子 真的是 說到他 我小時候還這樣子 還那個 還這樣子一直把他當作 民主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他當初他很老 他打敗了 他在重慶 他不敢過來台灣 因為台灣有順利人 有陳怡 他現在來 他就要做頭做監視 中國人都想要當頭 他如果來 去用阮進要怎樣 他是戰敗國 他是流亡政府 他屬於毛澤東 毛澤東早就已經處心去 他來到台灣他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飛到澎湖 他帶他所有的機要 他所有的官員都飛到澎湖 然後他請 駐美代表 請他老婆到美國去探路 看美國到底要怎麼處理他 然後呢 那個時候他用很多的方式 因為他太厲害 因為有很多情報 光宋美齡 自己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 然後他就請 人家來台灣 跟順利人探路 就順利人的傻傻 順利人的傻傻 有這麼多 他反正 蔣介石就是我們偉大領袖 他就從台灣飛到澎湖 他去說 他去跟蔣介石講 我們永遠效忠領袖 所以就把那一隻領袖 真的那一隻領袖 迎接來台灣 開始來殺台灣人 所以當初 順利人 真的是台灣的 台灣的真的是 結果順利人他以後 他的下場怎麼樣 軟禁一輩子 很可憐 他是工程 開國工程 他把蔣介石迎來台灣 結果被關一輩子 所以你會發覺 當初 美國怎麼把蔣介石 送來台灣 就會怎麼把馬英九送走 用船送來 用船送走 用直升機送走 馬英九已經提出條件 這個以後各位都會知道 那他們就會把他送走 送走之後呢 就會知道怎麼樣去接 然後我們要接的時候 就是跟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跟中華民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會危險 就像我們的黑熊部隊 你不要以為黑熊部隊是配槍 然後去管那些警察 不小心可能被那些局長幹掉這樣 不會啦 我們是文官 我們去 就像黑熊部隊到了警察局 我們也是管他的人事權 跟他的財政權 錢來發 人我們管 你局長不聽話 局長換掉 副局長不聽話 副局長換掉 沒有 我不發你薪水可不可以 我沒有錢 你沒有錢 所以你不用擔心 當初人家一千個 一千人就可以管我們過關台灣的人 我都會記得 我國小在讀歷史地理 老師在說什麼我根本聽不懂 不知道 他是聖的 他說的話 我早就跟我們女兒講 他說老師你講 我說 你們現在又聽什麼老師在說什麼 我小時候老師在說什麼 我根本聽不懂 他那個口音完全聽不懂 我又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在講課本 真的啊 那個 偏遠地區的那些方言 他就坐在那裡 當我們的老師 他也都坐著 可能打仗有被打斷 他就坐著 從頭到尾都坐著 然後講我們聽不懂的話 我們上的課真的很痛苦 台下同學都在畫圖 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也在做老師 這樣也可以混到 每個月領薪水 我們被他這樣教 這樣子也能夠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都是這樣教出來的 教三民主義的教官也都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他們都很很重的口音 我們講真的 如果你今天沒有仔細聽 蔣介石在講什麼 你聽得懂嗎 你有聽過蔣介石在講話嗎 他也很重的口音好不好 他真的講了什麼 我們都聽不太懂 對啊 這些人在管台灣 他們都能夠管台灣 你還擔心你管不了台灣嗎 至少語言可以通 最後我們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的推動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所以我們很多的那個 政治局的 彭鑫就在問我 他說 既然我們今年都快要執政了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繳稅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繳那些稅了 牌照稅 燃料稅 營業稅 健保費 然後國民年金 國家叫我們繳的 我說 你如果有準備好 你當然可以不用 你如果有準備好 那你要自己要有心理準備啊 他今天這樣子給你B稅 給你茶稅 給你什麼 那些 哩哩哩哩哩 狗屁刀招的事情 你如果可以準備好 準備要跟他抗爭 像我們有同心這樣 我們規定那個車牌 就是要上面中華民國的 下面是我們台灣 台灣民政府的 有些人就是不要了 他直接掛紅牌 四處跑 然後被他開罰單 被他拆牌 你如果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跟他抗爭 你如果沒有準備好 我們雖然不合作也不配合 但是我們不要去跟他做武力的衝突 對啊 所以我們的民政府的最高原則 我們不使用暴力 不使用武力 我們不會以暴制暴 這是我們目前的 然後 那個奴役教育 可能沒有時間講 我們回去看 自己看中華民國的奴役教育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那個 民政府 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的那個必修教材 讓各位了解 在戰爭法的架構執行流球占領 講到這個流球占領 我們真的是 覺得流球真的比我們幸運多了 你看流球雖然被美軍打得吸一花 1946年 1945年的3月26號 1945年的3月26號 美軍去攻打流球 5天就搞定了 5天6天就把流球搞定了 然後1945年的4月1號 也就5、6天之後 那日本天皇實施 台灣的那個所有的 對台灣實行日本帝國的憲法 在1945年的4月1號 那時候呢 美軍完全佔領流球 開始對流球實行 美國軍事政府的 為什麼 那時候奇怪 流球在我們後面 美軍這樣打一打打一打 怎麼會直接打到流球 美軍沒有來打台灣嗎 他只有轟炸而已 他的路面 地面軍隊沒有進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 日本派最強的軍隊 在我們這裡 他派最強的軍隊 第10方面軍 關東軍 駐守台灣 在作戰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 那個地方 那個軍力最強 我們跳過他 所以美軍 他們就說 他們實施跳島戰術 跳島 跳過台灣島 那時候 如果叫美軍打就好了 我們早就被他佔領了 他跳過台灣島 所以那時候 麥克阿瑟講說 反正我也沒有打台灣 所以讓蔣介石來管就好了 他打敗的 他就親自要去管 因為他要跟流球要錢 那很多美軍在流球被被殺 所以他去要賠償 所以他親自管流球 那我們現在就要求 你當初怎麼佔領流球 1945年的4月1號 流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成立 你當初怎麼佔領流球 我們希望用流球模式 尋流球模式返還 讓台灣返還日本 你再看1945年的8月20號 沖繩諮詢會成立的 1946年4月24號 過了一年沖繩民政府 這些是我們要去做的 我們現在一直要求 我們也都一步一步做 我們也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按照美國的方式 我們從告一美國 美國說我們是 生活在政治煉獄 我們台灣人民 都沒有那個 無國籍 這些我們在念的時候都會念到 所以像這些都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也按照美國的方式 成立台灣民政府 在1946年的10月3號 安美群島臨時北部 新南諸島政廳 再來宮古民政府 3月21號 再來八重山民政府 到1950年的6月15號 琉球諮詢委員會 到1950年10月15號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然後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1951年的4月1號 整整過了6年 所以它是完全依照 國際法跟萬國公法的模式 在琉球 所以為什麼 美國可以在琉球 完全按照國際法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萬國公法 為什麼在台灣它不行 它要有一個模糊地帶 所以它這樣子 它才能夠更完全的控制台灣 它等於表面上中華民國控制 可是後面呢 都是它在控制 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有美國總統的背書 才可以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所以它這些 它當一個 它覺得琉球 這樣子 它如果這樣一直成立 到最後琉球要還給日本 它不如在台灣當一個銀舞者 在後面做一種小孩 我們現在要它跳出來 不要再做一種小孩 真正的去像琉球一樣 我們不管再長的時間 我們都要希望 尋琉琉球模式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 在1952年的4月1號 琉球政府成立了 所以美國軍事占領日本的琉球模式是 第一個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設立沖繩民政府 公公民政府 巴松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設立琉球政府 所以依照戰爭法的推論 這很重要 我們以後跟我的朋友都這樣講 美國軍事占領日本 台灣的模式應該是怎麼樣 第一個 台灣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或者台灣政府 有沒有 沒有 它既然委託 威脫中國軍事政府 佔領日本台灣 麥克阿瑟將軍第一號命令 委託 中華民國軍事政府 佔領台灣 那應該要 成立 本職是 台灣中國軍 中國軍政府的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他有到這裡 他都有到 警備總司令部 下面就沒有了 那個太監的笑話 下面就沒有了 本職 台灣 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 改制之後 成立台灣省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或台灣政府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李登輝 他說要廢省 美國說不行 只能動省 這個是下課音樂嗎 還沒啦 還有10分鐘 各位再忍耐一下 快下課 來 所以呢 這裡 他沒有設立 但是呢 我們有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 就是當時應該稱為 台灣民政府 繼續讓我們 本土台灣人執政 訓練的地方 所以李登輝那時候 他說要廢省 美國說不行 只能動省 因為將來 一恢復 台灣省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在1945年的 10月25號 依照盟軍的協議 得以分配 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 被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現階段本職為 台灣中國民政府的 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之內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 設立 運作 佔領的責任 所以 實現台灣地位 正常化之前 不得廢除台灣省政府 在1952年4月28日起 中國殖民政權 在美國當局的認可之下 因為代理美國軍政府 得以繼續佔領 日本台灣的領土 基於中國佔領當局 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 當局 我們要求現在美國 就是你完全有立場 在親自執行 日本台灣佔領之後 依照戰爭法架構 設立台灣民政府 這是目前我們要求美國的 我們也會一直繼續要求他 中國佔領當局 大概都跟共產黨打仗習慣 所以對台灣用兩種 兩面手法 你不順從 if disobey 你不順從 用佔領日本台灣 對不順從的 中國佔領軍治理的本土台灣人 祭出美國承認的戰爭法 予以最嚴厲懲罰 所以228 為什麼美國沒有辦法涵扣 為什麼美國沒有辦法說 你這樣子不對 因為他說戰爭法規定 他在反抗 他是反抗軍 反抗軍我可以處理掉他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那些院長 他們只是要去跟他談判協調 找出台灣 將來可以走的一條共同的道路 可是他就不要讓台灣的讀書人 醒過來 他就讓台灣的讀書人都變笨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教育 到目前為止都是填壓式的 我們到國外去上課的教育 都叫你 一上課老師叫你思考思考再思考 很多事情老師告訴你 沒有絕對的真的 也沒有絕對的假的 注意力就是事實 所以你開始去思考 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他會製作很多的狀況 讓你知道其實解決一個問題 後面可能製造一個更大的問題 這些都在訓練你的思考力 他說思考你才會越來越強壯 你的頭腦才會越來越清楚 思考可以讓你變得很有錢 思考可以致富 思考可以讓你活化 這些都是他的訓練 在台灣不是 我們有沒有聽過洪蘭這個人 在中央大學神經科學認知的教授洪蘭 他說他在念北女的時候 一上歷史課老師第一個寫出10個年代 叫他背起來背熟 他說將來你用得到 1911年發生什麼事 1895年發生什麼事 他就背了10個年代 洪蘭寫的作文寫得很清楚 他說他出社會以後 從來再也沒有用過這10個年代 他不知道背那個要幹嘛 歷史不是都這樣背出來的 你在學歷史 你要了解正確的歷史 你可以活化活用歷史 再跟人家分享 到底中華民國對我們做了什麼 而不是背那些年代 你背那些年代有什麼用 這是洪蘭親口說的 你可以去查洪蘭的著作 他在某一篇文章裡面有些寫到 北女老師一上來說 你一定要 你到老到死都要記住這10個年代 老師這樣看看 因為得高分就是這樣 北女才會上台大 然後到了台大就叫這些人 都只會思考 都只會填鴨 考試都第一名 你考試第一名 你只會背書 其他的生活上面都不會 我有一個好朋友教授 他在某個大學當系主任 經常跟我開工 他所有的事情都他媽媽在處理 我有一天跟他媽媽開工 你怎麼銀行什麼都替你們這些走 他們說我們這些 學校的系主任 生活的白痴 學校的系主任生活的白痴 我們這些很好騙 所以他很容易被詐騙集團騙這樣 當到一個學校的系主任 他只會教學生 他的專業 其他都不會 生活上面全部都他妹妹打理 包括他出國 訂機票 銀行 所有的生活細節 搬家 然後房子整理 真的 他非常專業 每次跟他聊 聊到他專業 我就覺得佩服的無體投地 可是他可能連水龍頭都不會開 這樣對 所以呢 那時候他對台灣就這樣 第一個不順從 他用戰爭法 他這樣殺你有理 第二個你順從 我解放中國台灣 他用解放中國台灣 然後把本土的台灣人 納入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那邊企圖就地合法 企圖 流亡政府可不可以就地合法 不可以 所以他企圖就地合法 將台灣併入中國 所以為什麼這69年來 台灣都一直沒有辦法走出國際 因為他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所以各位現在要開始思考 我們到底怎麼樣幫助我們本土台灣人 透過各位 1.1的專業知識的培養 了解正確的歷史 讓台灣人醒過來 我們把他信念的桌角 把它拆掉好不好 1.1的 如果你們要學 我們將來都有很多機會可以聊 這我是專門的 因為一個人只要有信念的桌面 他會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些桌角的成立 所以你會糊裡糊塗的 就是在做錯事情 每次上課我都在問我的學生 我們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對啊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因為做對的事情 如果一剛開始是對的 到最後還是對的 你把事情做對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把它做對 所以我告訴他 生活在台灣土地的人民要繳稅 要當兵 要繳劍拔什麼的 這些 好 你把事情做對了 你很乖乖的聽話 他是對的嗎 他是企圖就地合法 不是嗎 所以我們要開始做對的事情 你先問 你以後做事情 你先問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的 還是我只是把事情把它做完 把它做對為止 你把事情做對到最後還是錯的 那有用嗎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本土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 你認同中國 他用兩面手法 你怎麼都死啊 你順從他 你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不順從他 你就去跟閻羅網講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 不是嗎 中國人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 承認也不是 不承認也不是 順從也不是 不順從也不是 輪於政治戀獄 所以為什麼美國說 我們生活在政治戀獄 在另外一方面 本土台灣人 用兩手策略來回敬 一方面 我們現在先順從他 因為他現在畢竟是 台灣治理當局 我們不要跟那個子彈過不去嘛 但是 我們另外一方面 我們 雖然暫時效忠 我們也不必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我們要連結美國 連結日本 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切割 以後中國 只是我們的貿易朋友 我們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跟全世界 秘書長說 我們跟全世界都保持中立的狀態 日本邦聯 跟美國一樣 我們都跟他做生意 讓台灣人以後 每個人都有房子住 然後每個人都有受教育到大學 受高等教育的圈 教育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 讓每個台灣人的教育 從小開始就學會思考 讓台灣的小朋友 也可以學到正確的歷史 讓台灣的小朋友 將來有未來 就在靠各位了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樣好不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童心下課休息十分鐘 然後 請之前有上過高級班的童心 到這裡來簽到一下 謝謝 謝謝 capt? 會不會... 不斷